市長 昨天主張以下一代閣 今天宣布演練停課的狀況 下個禮拜不用到學校 這被質疑說是不是有矛盾之處 是這樣啦 打仗你知道 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我的邏輯是這樣 萬一我們出現像南韓那種局面 一天好幾萬人感染 那還是有一大堆學生會要再加科 所以整個線上教學系統還是要演練 確保萬一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停課不停學 我們的學生都 停學不停課 反正學生可以記憶上課 這很重要 但是 如果按照目前的這種 居家隔離停課的模式 我以前講過不到一個禮拜 台北就關掉了 你看昨晚才4萬9 今天0.6萬億了 再搞下去 反正如果規則不變 再一個禮拜也是全部都停課 所以說以前都等到他 被迫停課 不是我現在主動 把整個系統再演練一遍 所以 這兩個策略都沒有矛盾 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把所有情形都想好 然後再開始做演練 開始做準備 開啟動了